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 2月27号到3月5号的 蛇星座一周运势 轻易拿出你的双松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蛇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上星天有在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予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工作予是很好的 你在职场上有很好的人员哦 你的客户呢会很支持你 也很信任你 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工作量是突然暴增的哦 会让天秤座你觉得有一点累哦 在金钱还有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四、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在星期一好 星期五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很容易初心遗失一些财物 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保管好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健康是比较低迷的哦 使用火焰还有高温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交通是比较差的哦 在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天秤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保持警觉 当心很充值壮的来车 讨欢迎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讨欢迎是相当良好的 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的天秤座 一定要多把握 而这两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烂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 几率是比较高的 要特别小心哦 在以前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爱是要说出来的哦 多说一点甜言蜜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深深感受到你有多爱她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 还蛮喜欢翻旧账的哦 会让天秤座你觉得有点烦闷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业的部分上呢 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工作业是很好的哦 处女座的你呢 在工作上的效率是很高的哦 整体的处事决断 可以说是相当清楚 又很明快的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处女座你的对小人的 几率是比较高的 也容易找到一些小人的报复哦 在金钱要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参与是很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相当兴隆的 那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你的购物欲望是比较强的哦 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的两天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健康是比较差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心血管 还有血液循环的健康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交通是比较低迷的 中央遇到警察蓝点 被开发单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讨论宴的部分上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处女座的朋友们 讨论宴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但是呢处女座 记得多把握 那这两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也容易会有更好的进展 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那他花出现在你身边的几率 是比较高一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互动 是相当良好 沟通也是很顺畅的 那如果你想象另外一半道歉的话 也很适合挑战这一周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你呢 可以多和另外一半聊聊天 谈谈心 你的另外一半会带给你 很多温暖的能量 就像我们看到的 是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水瓶座的你呢 和同事之间呢 合作呢是相当有默契的 工作表现也是很棒 整体进度是会超前的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要小心你的主管 你的主管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压力还蛮大的 在金钱还有残余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残余是很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那这两天也有很好的投资运 从投资上容易有一些很好的获利 最重要呢 要特别小心的是星期五还有星期六 这两天呢 生活中呢会有很多的花费 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有点入不敷出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呢 健康是比较差的 请多注意你的肠胃消化系统 还有肝脏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二还有周三这两天呢 交通安全低迷到 开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 桃花瘾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桃花瘾是相当良好的 水瓶座的你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水瓶座 记得把握这两天 多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那这两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 这间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自己做到特别小心 也是周二还有周四 这两天呢 烂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其他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水瓶座的你是很容易吃醋吃过头的 会造成另外一半还蛮大的压力 但犹豫千万不要太强哦 那星期一好 星期二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呢 爱呢不能只放在心里面哦 要多用行动呢去展现你的爱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星期一星期四还有星期五 这三天呢 金月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 有很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哦 表现会很棒 星期三好 星期六这两天呢 职场人员比较差哦 和同事之间呢 互动是比较不愉快的 也很容易吵架哦 在金钱好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 星期三这两天呢 金月座的朋友们 参与是相当得很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呢 生意可以说是很兴隆的哦 那这两天呢 你在投资运方面也是很好的 从投资方面容易拿到一些好的获利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你的购物欲望是比较强的 还蛮容易买过头的 要稍微控制一下你的购物欲望哦 对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的 健康欲是比较低迷的 金月座的朋友们呢 会觉得自己比较容易疲劳 精神也是比较差的 记得多休息多补充营养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的 交通欲是比较低迷的 金月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看错交通耗制 而会有违规的情况发生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六 这三天的 金月座的朋友们 桃花运是很好的 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的金月座 也得多把握 那这三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的 烂桃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要小心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可以说是被宠爱的一周哦 有机会收到另外一半 送你的小礼物 在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占有欲比较强的 很爱吃醋哦 会让金月座 你觉得压力有点搭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母羊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五 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羊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呢 很容易呢 会遇到一些贵客光临哦 记得抓住这些大客户 会让你的业绩更棒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职场上有很多谣言和留言哦 千万不要相信 没有查证过的一些言论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我们要做配合我们财运是相当好的哦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那这两天呢 也容易拿到一些意外之财 可以买一下财卷 试一下手气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 这两天呢 遇到诈骗集团的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要特别当心诈骗集团的话数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健康是比较不好的 为小话系统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母羊座的朋友们 交通是比较差的哦 开车骑车的时候 要记得保持专注 千万不要分心哦 逃婚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母羊座的朋友们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哦 但是母羊座记得多把握 那如果你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在这两天跟这个对象之间 感情的进展也会更快 最重要特别小心的是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这两天呢 烂桃花圈在你身边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在一起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可以说是很喜欢黏着你哦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互动 是相当幸福愉快的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你很容易说错话 不小心会激怒到你的另外一半哦 发现你说错话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道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天降的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星期五还有星期天 这三天呢 你的职场上工作运是很好的哦 你的同事呢 会在很多方面支援你哦 帮你解决不少的困难 工作表现当然也会更好 那这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三天 这三天呢 你得罪主管得罪客户的几率 都是比较高的 说话和做决定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双子座的你财运是很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化身也很形容哦 星期一星期二这两天要特别小心 你的财务摔坏 撞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的 健康运是比较不好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牙齿 还有喉咙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的 交通运是比较低你的哦 双子座的你呢 如果觉得太疲劳 或精神太差的话 千万不要自己开车起车哦 讨论你的部分上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 讨论是相当良好的 双子座的你也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的双子座一定要多把握 那这两天呢 如果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和这个对象之间感情的进展也会更快哦 那这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周一还有周二这两天 这两天呢 遇到烂桃花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双子座的你比较喜欢计较一些小事 也很爱碎碎念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有点受不了 那这一周呢 双子座的你记得好好把握 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 这两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带给你很好的运气 记得多参考一下 另外一半给你的宝贵意见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山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资产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工作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你的处事速度是相当快 工作效率很高 整体工作进度是会大大超前的哦 那星期一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会有比较多的状况跟问题哦 需要摩羯座的你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处理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当老板自己做生意的话是很新浓的哦 那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的生活上面 各方面的花费会是比较多的 让摩羯座的你感觉到有点弱不复出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的健康是比较差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头部还有腰部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的交通是比较低你的哦 过马路开车骑车的时候 特别当心左右来车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的摩羯座的你 桃花运是相当良好的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哦 但现在摩羯座记得要多把握 那这两天的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的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的烂桃花生 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要特别注意哦 在前后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的注意力大家都在手机上 反应和回应都是比较冷淡一点的 也会让摩羯座你觉得比较孤单哦 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记得多和另外一半有一点亲密互动 创商运动也可以多一点 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更甜蜜更幸福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山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三天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工作运是很好的哦 很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让你在工作上呢是更加的顺利 最重要特别小心的是周五还有周六这两天 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记忆力是比较差的 也很容易忘东忘西哦 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哦 在坚强好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星期四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呢参与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另外现在这两天呢 你的投资力也是很棒的哦 很容易从投资方面会有很好的获利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记得千万不要太贪小便宜哦 太贪小便宜的话是会影响失大的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健康力是比较低迷的 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比较容易发生一些运动伤害哦 做运动之前 暖身运动一定要做好做慢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交通是比较差的 开车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讨花园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讨花园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的双鱼座一定要记得多把握 在这两天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上的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要特别注意哦 乱桃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在前后的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双鱼座的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沟通还有互动呢 是比较理性的 而且比较缺乏温度哦 记得在相处当中呢 多一点温柔 多一点关怀 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和婚姻会有正面的加分 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可以和另外一半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哦 不管是一起追剧 或者是一起去运动都很好 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互动更开心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工作运是很好的哦 在职场上的你呢 能够展现你的个人专业常财 你的工作表现是很棒的 主管对你也很肯定哦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要小心 小人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小人制造障碍给你哦 要小心谨慎的去面对和处理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的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这两天呢 也很容易拿到一些意外之财哦 巨蟹座的你呢 可以去买张彩券试一下手机哦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理财偷通运是比较差的 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就会做的朋友们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的哦 割伤刺伤受伤流血的几率是偏高的 使用尖锐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差的 也很容易遇到混乱的路况哦 逃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割作的朋友们呢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逃换运是很好的 单身的剧血作记得多把握 在这两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这一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 那桃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很适合安排 多和另外一半约约会哦 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更幸福 那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你和另外一半对于金钱上的看法 是比较不一样的 也很容易会有一些争论 或者是一些小吵架的情况发生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太阳上升在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射手座的你在工作上呢 可以说是相当聪明 相当机智也很有创意哦 工作上呢 效率很高表现很棒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突发状况是比较多的 可以说是考验射手座的你呢 应变能力够不够强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呢 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这周呢要特别小心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哦 你的生活用品家具家电 因为老旧而损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健康率是比较差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眼睛脚踝 还有足部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交通率是比较低迷的哦 射手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逃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星期二这两天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 逃换是很好对 很容易真是好对象 但是呢射手座记得多把握 那这两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最重要特别小心的是周四哦 星期四这天呢 烂桃花圈在你身边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再来请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要记得 多站在另外一半的角度 看事情想事情 另外一半会觉得你很贴心 也会因为这样更爱你 星期一好星期三这两天呢 你和另外一半呢 会有一些想法上的差距哦 小吵架发生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业的部分上呢 星期二星期四还有星期六 这三天天蝎座的朋友们 工作业都是相当良好的 你的口才相当的好 说服力也很强 客户是相当喜欢你 对你也很信任哦 那这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星期一好星期天哦 这两天呢 你在工作上的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工作效率也是比较低的哦 在经济上的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参与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做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形容的哦 那这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星期三好星期五这两天 这两天呢 天蝎座的你呢 买到瑕疵商品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在买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贪小便宜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健康是比较差的哦 比较容易发生跌倒受伤的情况 在运动的时候 跑跳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过激烈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交通是比较差一点的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要专心一点 千万不要一边滑手机哦 那欢迎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单身的天蝎座 记得多把握 那这三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呢 感情进展呢 也会更快速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烂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 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呢 对你是相当关心的 也可以说是呵护备志哦 会带给你很多温暖的正面能量 这周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周一还有周五这两天 这两天呢 有很多勾引和优惑 会出现在你身边 一定要拒绝掉这些对象哦 最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 在职场生太阳家世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 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事座的朋友们 工作运是很好的 你的处事态度是相当稳定 相当踏实的 而在这几天呢 你过去的努力 也会开花结果 那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事座的你在职场上呢 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小问题 很小状况的哦 会让事座的你觉得比较烦躁一点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六 这三天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最重要小心的是周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这两天呢 你的意外花费会是比较多的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牙齿 还有肩颈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低迷的哦 开车起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超速 也不要闯红灯哦 桃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 桃红运是相当好的 容易人事好推向 单身的事座 记得多把握 那这三天呢 你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的进展也会更快 那星期三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 这三天要特别注意哦 这三天呢 烂的话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比较孤单一点哦 主要是是做的你呢 太重视朋友 你在外的应酬和聚会都有点多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被冷落 那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是你的另外一半 最容易感觉到寂寞的两天 是做的你 记得多陪伴多关心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